我们来讲一下直接摄入骨光肝胎好还是直接摄入NAC好 还有骨光肝胎能不能美白 这两个是反复被问到的问题 所以今天同意回答一下 骨光肝胎是细胞内的抗氧化剂 我重复一下是细胞内抗氧化剂 也就是说骨光肝胎必须进入细胞内部才能发挥作用 骨光肝胎分子由三种氨基酸 半光氨酸钢氨和骨氨酸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三态结构 在消化过程中是很容易被分解的 你口服的骨光肝胎会在肠道被酶、水解和氧化 在进入细胞前就被分解了 因此口服骨光肝胎的生物利用度是极低的 NAC、N乙线半光氨酸是骨光肝胎的前提 是半光氨酸的野生物 口服之后NAC会在肠道中被吸收 然后被输送到肝脏 在肝脏处被转化为半光氨酸 肝脏利用半光氨酸产生骨光肝胎 然后进入血液并分布到全身各处 过去60年有极多的实验可以证明 补充NAC可以有效提高细胞内骨光肝胎的水平 2011年有一个临床实验 研究口服骨光肝胎对氧化硬肌的影响 实验把40例健康成年人分为两组 实验开始前 两组人在氧化硬肌生物指标方面 没有任何差异 其中一组连续四周 每天口服两次500毫克的骨光肝胎补充剂 另外一组口服安慰剂作为对照组 实验结果是两组人 体内的氧化硬肌标记物和骨光肝胎的含量 与实验前相比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说明口服骨光肝胎并不能够显著 提高人体内骨光肝胎的水平 2015年欧洲的学者对口服NAC 口服还原型骨光肝胎 以及舌下含服还原型骨光肝胎 做过生物利用度的比较 结果是舌下含服的骨光肝胎生物利用度是最高的 因为它绕开了消化系统和肝脏 直接通过舌下大静脉进入血液循环系统 口服NAC的生物利用度排第二 最差的是口服的骨光肝胎 但问题是剂量略微高一些 舌下含片形式的骨光肝胎是非常昂贵的 美国亚马逊上有一款 两盒120片 每片含150毫克的骨光肝胎 要价108美金 就是60片的要54美金 另外一种比较新的技巧 知识体的骨光肝胎生物利用度会更高 知识体我讲过很多次了 使用磷脂把营养物质的颗粒包裹一下 这样就能比较容易穿过细胞膜 进入细胞内部 因为细胞膜也是磷脂构成的 知识体可以大幅提升骨光肝胎的吸收效果 产品的价钱是从60粒20到50美金不等 还是比舌下含幅的要便宜 知识体的骨光肝胎含量都比较高 基本上一粒500毫克起跳 还有一粒1500毫克的 但是高剂量补充骨光肝胎的安全性是未知的 因为相关的研究非常少 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 它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但是NAC的安全性呢 我们是一致的 即便是3000毫克的大剂量呢 也依然是安全的 可能还有一些追求美白的女性会问 静脉注射骨光肝胎 把它直接打到血液里 生物利用度不就达到100%了吗 而且还有全身美白的效果 是不是 先把答案告诉你们 墨有用 确实有骨光肝胎美白的相关研究 结果呢 是含骨光肝胎的外用喜剂和 舌下含片呢 对皮肤晒黑又改善 舌下含片呢 对全身美白有一些效果 静脉注射的骨光肝胎呢 不但没有美白效果 反而所有接受静脉注射的收视者呢 都出现了不良反应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甚至出现了肝功能障碍 由一名收视者呢 出现过美性休克 美国FD呢 也曾经对大剂量注射骨光肝胎呢 发出过安全警示 表示呢 这类注射机没有安全保障 所以呢 静脉注射骨光肝胎呢 你就别想了 不但无效 而且呢 还很危险 综合考虑呢 口服NAC是性价比最高 最安全的补充体内 骨光肝胎的方法 以上呢 就是骨光肝胎和NAC 哪个好的问题 OK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